港交所表示今年将会检讨海外公司在香港上市程序 和改善新股定价流程 港交所看法上市委员会报告表示 今年将会展开多项的检讨工作 包括检讨上市公司救股权计划 检讨纪律处分权力和制裁的程序 以及检讨海外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制度 同时今年会就改善新股定价流程 以及市场基础设施咨询市场意见 早前港交所表示正是研究将新股定价日 去到上市日周期 由五日缩短到一日 以减低新股定价之后所面对的市场风险